好 昨天周公发了一个视频说一次性转满同样直径的孔 那有的网友实际周公说说的太快了 没讲清楚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用简单的图来讲一下 好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图 首先这个孔是直径5.2的 都是直径5.2的孔 我这里已经有一条操作了 我们把这条操作删除掉 好 我要重新建立操作啊 工序啊 转孔模块这个 我们选个5.5.2的转头 好 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指定孔 选择啊 我们选择面上所有孔 直接选它就可以了 先把这孔全部选完 好 确定确定优化一下 确定是是是 好 然后阿一 这是阿值吧 最久帮的阿值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啊 标准转声孔 确定 注意啊 这是关键模型深度 我们要选的是模型深度啊 也就是你模型是什么样的 它转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啊 模型深度啊 这里给个 自动Q值 这是Q值 我给个两毫米确定确定 好 然后我们直接生成一下 我们直接生成一下 你看 这个道路啊 它就出来了啊 我们把刀放上去 你看 哎 它就通孔 它自动会给你转通 盲孔 它自动会转到这个位置来 在通孔 通孔位置怎么计算呢 看这里 这里有个通孔安全距离1.5 如果我们给零会怎么样呢 生成一下 好 点击这里 哎 你看 这个刀尖的位置 肩膀的位置 刚刚好到这个零件底部 那么我如果我们给一个毫米好生成 再点击一下 好 你看 它这里出来就是出来一个毫米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安全距离 那现在随会了吗 随会点个赞 主页店铺有UG12.0入门视频教程 感谢观看